江家敏近日在社交平台 连环出帖放閃 還留言說一星期送一束花 寵壞了我 令外界也猜測他疑似密運之中 隨即爆出Carmen和醫生拍拖的消息 Carmen開拍節目 《香港重案》時也有回應非聞 我其實不是 其實我想說一件事就是… 我也知道大家非常關心 我的戀愛這條路 但是我希望各位全部可以高台貴手 寫我…都OK了 因為我自己做的事我明白 我知道發生了甚麼事 但是因為身邊很多朋友都是圈外人 所以其實如果要將我身邊的朋友 無論是男人好旅遊好 的私人生活、工作生活 寫出來給全世界看 我覺得這件事好像不太好 周邊的朋友都有說 約了我吃飯都說 我未來不敢和你吃飯 因為怕被人拍 然後又不知道會寫甚麼 可能今個星期就寫醫生朋友 下星期會否寫我做護士朋友 下星期會寫我律師朋友 這件事也會令我身邊的朋友 有些憂慮 雖然未有好消息跟大家分享 但近日見Carmen的確受了很多 狀態大勇的她就說 未敢遲望拍拖 不過就很甜蜜地承認 身邊不乏追求者 我說沒有人追到沒有人相信 也有跟不同的朋友 認識不同的朋友 跟不同的朋友 也有了解一下 那這些東西不是說 我要就要的 這些都是隨緣 現在專注工作先吧 大家做甚麼好想我嫁得出甚麼 怕我嫁不出甚麼 因為你瘦了 你是多人追 關於事 是不是多人追了 收不收都有人追 是啦 即是健身要努力一點才行 不同的朋友都 不是這樣 先了解一下 之前有些報道說 看見你收到很大束花 又有包包 可以澄清一件事 花的確是有 醫生送的 不同的朋友有送的 粉絲之前簡直是誇張得 我都知道他們想有開心的 一個星期送一束花給我 所以可能有些朋友見到 哇你一個星期收一束花 那就 哈哈 就知道我喜歡花 就要努力一點 就送大束一點